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妮 这期视频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吃那种很硬很硬很硬的囊 大家先听一下这个声音 这个囊做了几天了 那个囊做了半个多月了 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香,虽然放了半个月 这是新疆特有的一种专长 然后给大家看啊 这个是我喜欢吃的囊的边边 专门挑一个那个囊的边边来 它在水里面,在这个砖茶水里面泡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就软和了一点 我吃的这个囊是那个 皮鸭子羊肉囊 大家知道什么是皮鸭子吗 很多人可能听着觉得很陌生 但其实都在咱们内地啊 名字就叫做洋葱 洋葱羊肉 你长这么壮气,是不是因为从小在这吃羊肉 羊肉倒不是,从小吃的芒特别好吃 特别喜欢吃这个囊 那早饭是不是就这样吃 早饭晚饭都可以啊 然后吃点囊喝个酸茶 特别喝喝 最美丽的小姐姐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分别 就是这个囊的种类这些 这个是叫窝窝囊 窝窝囊 它是不是就是比这边这个囊的口感要更硬一点 面糊出来也是硬这个 嗯 硬一点这个 放时间越长越好吃 嗯 放时间越长越好吃 那它最长可以放多长时间 这个半个月到一个月可以放 嗯 两一点地方放 通风地方放吗 这是一个月可以放的 那这几个囊呢 这几个囊 这是棉包囊 也是囊坑打出来的囊 不是固山固的 这是棉包囊 囊的平均多得很 但是我们这边大的是就七八种囊 嗯 这有14种囊 嗯 这个是什么囊 这个油囊 是油炸出来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也大的 囊坑是大的 里面有 轻油 鸡蛋 哦是这样 嗯 上面还有鸡 是吗 嗯 那这个呢 这个和这个是棉 是一样的 一个多一点 嗯 嗯 那下面这个囊呢 这个是 我们叫卡卡卡 薄薄的 卡不进了 卡不进了 我语啥说呢 我也翻译不出来 是不是叫皮鸭子呢 皮鸭子 这上面有皮鸭子 还有紫染 那个死鸭蛋 还有鸭蛋 死鸭蛋 死鸭蛋 黑黑那个死鸭蛋 就长头发的那个 一种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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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调料 吃了可以长头发 那里面不好 那咱们这个大师傅很适合啊 你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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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也看到这个可以长头发 我就觉得 我想吃 这个简直是 是我的福音啊 我感觉我最近发去些后遗了 哈哈 除了这些囊 其他还有一些什么 呃就是 其他还有一些什么 玫瑰花囊 啊 还有呢 那蜡皮子呢 嗯 蜡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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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蜡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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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还有 嗯 葡萄干呢 那也有 那各种干果囊 是吧 各种干果囊 对 都可以蛋 太厉害了 感谢观看